各位朋友在這幾天 你看電視新聞 或者是網路上 都是這個消息 因為真的太讓人震驚了 小鬼黃紅燻36歲 居然在家裡頭猝死 念黃紅燻穿著 籃球衣短褲背著鞋背包 走進住家電梯裡 一名小鬼他 還特地招了一下鏡子 狀態看起來還不錯 但這卻是他的最後身影 因為隔天上午被父親發現 爬在臥室地板 明顯死亡 黃紅燻的父親 兩度前往派出所製作筆錄 經紀人也在一旁 他們不敢相信 前一天還好端端的 怎麼突然促世加重 檢警調查15號 中午小鬼和爸爸共進午餐 直到晚上7點15分 才開車回家 16號早上11點爸爸敲門 沒有人回應 趕緊拿鑰匙開門 到了物房就看見 兒子全身冰冷趴著 立刻報警 警銷道場確認死亡落實 黃紅燻的父親製作筆錄後 前往殯儀館再次接受 檢方訊問 神情哀奇沒有任何回應 黃紅燻被發現時 疑似跌倒撞到頭部 臉部朝下口鼻冒險 雙半身又穿著衣服 浴缸水是滿的 連家裡的電視機 和冷氣都沒有關 檢警釐清 現場沒有酒精藥物 也無外力介入 不排除是心肌梗塞或是頭部撞傷 所導致最難過的是他的父親 明明和寶貝兒子分開不到二四小時 前一天還有說有笑一起吃飯 怎麼會料到隔日禁死在住家中 哇這個消息真的讓大家太震驚了 36歲 像盛梅姐你採訪過他 當時一定覺得他年輕活力吧 沒有錯 而且我採訪他的時候 他那個時候年紀更小 可是對記者的來說 會覺得這個藝人很特別 第一非常有禮貌 第二他很溫暖在乎細節 那第三你會覺得 這個藝人很在乎自己的表現 也就是說他會反覆的去看 自己在節目上的演出 自己的專輯 然後他永遠不滿意 你就會覺得 這個對我自己要求很高的人 就是這樣說 那會不會就是常常會不放過自己 他會覺得自己的表現 可以更好一點 我們常常自己也會這樣子覺得 所以這個消息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非常難受 是因為他是一個太溫暖的人 因為他在乎自己 也在乎別人的細節 我先講一下就是 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是 他一直是獨居的 然後他跟他的爸爸感情很好 所以他爸爸其實住在他家附近 所以中午的時候他 因為其實前一天 他們父子才吃過晚餐 那中午的時候 爸爸就來找兒子 就要一起去吃午餐的時候 就發現不對勁 打開門的時候 黃鴻燊已經倒在浴室外面 因為浴室出來有一個走道 而且他是趴著的 他是臉朝下的 浴室裡面有水 就表示有可能是他要洗澡 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那下半身是就是沒有穿好 那就表示又說 是不是正在洗澡當中 所以他走出來 口鼻有一點點血 那到底是什麼原因 當然就是很多人會有很多種想法 但我先整理一下他的健康狀況 因為所有人都說才36歲 才36 我們在現場的人都超過 No 以我的經驗 我過去採訪過 甚至有些模特兒 他可能30歲 他開個會 他就倒下去了 他的腦部有一個瘤 腦肚脈瘤破裂 是30歲 所以也有可能會不會是其他健康的狀況 因為他本身有這個腎臟病的家族病序 對 還有之前他檢查出有三高 那因為他很孝順 擔心爸爸會擔心他 所以他是在半年內他減了7公斤 快速減下來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是 也值得大家探討 就是現代人不論你幾歲 其實都處在過牢的狀態 小鬼這一段時間都在這個綜藝節目上 而且各位知道現在綜藝節目 不是在攝影棚裡面吹冷氣 他們要上山下海 才挑戰過河歡山 南投走到台北 然後到台中去打那個泥巴戰 所以你可以想像 普通人都沒有辦法承受這樣的體力挑戰 那這個體力挑戰有沒有可能造成他在健康上的威脅 我覺得這值得大家討論 好 那麼小鬼黃鴻生呢 他是在9月16號 我爸爸在上午11點27分 發現他的時候 身體已經有失斑了 而且身體呢 處於僵硬的狀態 明顯死亡多時 沒有送醫 那麼當然家人非常難過 我想請教兩位醫師 就這個狀況 當然第一時間知道的是 必須是水放好了 然後他是面部朝下倒著的 到底是先跌倒後促死 還是先促死後跌倒 以你們到底怎麼看 其實我們正常人會有一些防衛機制 就是當我們要跌倒的時候 我們會第一個 如果你在眼前看到 你會用手去撐 甚至我們在往後的時候 我們也是會用手去撐 所以其實當時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敘述 是說正面朝地的狀況 你比較難以用這個人 他是心形的狀態去表現 就是說我們通常是人已經昏迷的時候 你可能手就不會出現 我們說的防衛機制 他才可能倒地 所以如果以這個敘述來講 因為我們不是現場的人沒有辦法看到 就是比較像是的狀況 應該會是他已經意識上是有這個昏迷 或是沒有這個意識去保護 他跌倒下面的動作 也就是先可能失去意識 然後他再有跌倒的一個狀況 佳醫師你覺得呢 那個就是剛剛馨美講的 人往前倒 只要意識清醒 大部分手會撐 可是往後倒就不一定 因為往後倒速度很快 手是不容易的 這個姿勢並沒有那麼的順 所以可是又很奇怪 他為什麼突然意識上是 我們平常最常見到的都是心肌梗塞 才突然意識上是 可是一般又不大 對 因為心肌梗塞 通常倒地的時候 手會擺這樣子 因為你心臟很痛 所以你通常是會打這個姿勢嘛 所以像他這樣子 直接這樣倒地 這樣子趴在地上 通常意識是先沒有 他有幾個狀況 太累當然會啦 對 他是不是因為藝人 攻擊力很大 是不是有在服用安眠藥 其實不知道 雖然他現場沒有發現藥物 他是不是吃安眠藥 其實有一點不是很清醒 另外就是這種年輕人 最常見的意識上是這樣倒地的話 還有兩個原因 一個就是人家講的 因為他正在洗澡 他會不會是自在心肌梗塞 他會不會剛好泡在浴缸裡面 外面電話 他想披個衣服出來要接 你知道嗎 你泡在浴缸裡面的時候 血液血管都是擴張的 你突然站起來血液就很低了 還有走兩步 可能就 可能身體狀況又不是很好 就倒地了 還有一種其實我們 可是那種倒地真的會到生命就沒了嗎 那有一個可能 重點就是他可能撞到腦出血 他可能撞到的時候 把人家下去的時候就腦出血 可能如果當下有人發現的話 砰了一聲 去救他可能是救了起來的 可是他可能倒在那邊很久 他是獨居 還有另外一種 其實我們有時候會遇到 那有一些老人家上完廁所的時候 突然就倒地了 就是我們講的 他可能在泡浴缸的時候 其實就有點想上廁所 電話想的時候 他可能先上個廁所再出來 你知道嗎 男孩子在排尿的時候 腹膠感神經會大量的亢奮 一大量亢奮的時候 你可能血液就突然間掉 在轉身去走路的時候 可能就砰就倒地了 所以泡了澡之後 不要馬上去上廁所嗎 對 應該是說泡澡之後 你突然站起來 就我們講的肢代性低血 另外就是 其實如果你憋那邊很久 突然去上廁所 其實男生都有急 上廁所頭會暈暈的 其實我們的血液會掉下來 對 如果合併又在一個泡澡的環境之下 其實有時候腦部的血液 就會不大夠 另外一種 其實我們會常提醒的 就是有一些年輕的男生 年輕人其實都有機會 就是會突發性的這種狀況 是有一種特殊叫 蜘蛛網膜下腔出血 在腦部的 在腦部 那他通常是先天會有一些 我們說的腦動脈瘤 那其實這種 我們很難在一般你的臨床上 是沒有任何症狀的 他通常到發現 可能就是那一天才發現 原來有腦動脈瘤 而且那個都是年輕的 對不對 因為他可能是一個 本來就在身體裡頭 那我們可以想像到 其實剛剛盛美姐有提到幾個 我覺得現代人 要以為T的一些狀況 第一個就是 其實我們去回顧 他前一段時間的狀況 就是因為他覺得他有三高 他壓力比較大 想要把他減重下來 其實減重 尤其是快速的短期的 馬上瘦身 對身體就是一個壓力 第二個其實 藝人朋友 你不難想像 他一上節目之後 我們為了要表現得非常好 他腎上現在會衝得很高 所以他其實在這個時候 是都在高壓的狀態 第三個就是 其實像這些節目 你可以看到他你說從什麼南部走到台北 然後還要再登核歡山 對 所以你可以知道 他是一個長期抗戰的活動 其實這些引以為T是 其實現代人幾乎很多人 你你你仔細去看 你就會發現 我們現在都會有一些自我的要求壓力 我們會有長期工作的壓力 那所以如果假設 我們本身先天帶有一些遺傳疾病 或者是有一些先天的問題 你本來就沒有發現的時候 你在加速他這個東西的惡化 所以當然我們第一件事就是 我覺得健檢可以做好 第二件事情就是 假設你覺得你的壓力過大的時候 你一定要做一些自我的調整 自我的調適 不要讓自己一直衝到緊繃 然後以為自己是年輕人 就可以這個讓自己的身體衝到極限 有時候真的不幸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大家身邊的人都很痛 好 那今天在我們現場 還有包括了馬接的心理師羅慧群 所以剛剛提到 我們現代人把自己肩很緊 崩很緊都要完美狀態 這個要放鬆 其實因為自我要求有點難 你們通常有什麼具體方法跟建議 通常我們都要先瞭解我們是不是在過勞狀態 所以其實像這種工時或這種演藝人員 他的工作本來就比較負擔比較重 所以其實會需要先知道 例如說我們的睡眠情形 或者是在我們壓力來的時候 有些時候會先影響到是情緒 對 或者是跟人的關係 那我覺得要有一點自覺啦 就是這個過勞如果它是一個常態的話 你要能夠知道我現在是不是在一個警戒線 那如果警戒線碰到的時候 我可以做些什麼 例如說有些人可能用運動啦 有些人可能就是我玩遊戲啊玩手機啊 那這個都會是一個可以的方法 要去紓壓的方法 但我想問的是這個頻率大概要多高才足以讓這麼緊繃的人 當然睡眠這些生活習慣 飲食都要要求自己盡量這個達到正常的狀態之上 大概多久你說他喜歡做的事情必須要讓自己可以釋放放鬆一下 才真有辦法 通常我們都會比較建議說 就是你大概都會需要有一個個人的時間 多久一次 因為大概當然是希望每天都能夠有 可能半小時一小時 但是你就是要 有些人可能他的個人時間 他還是跟手機綁在一起 對 這個其實是很麻煩 因為你要回訊息啊 你要看你的相關的社群軟體 但這個東西你就比較難跟自己在一起 所以現代人其實忙碌的過程當中 還是比較建議說每天至少半小時一小時 真的能夠跟自己在一起 OK好 其實黃紅色還有一個狀況 也讓大家覺得說 他其實反應很快 四年前遇到了一個超級危險 我覺得那個幾秒鐘要有這樣的反應真不容易 就是在2016年 他當時要到朋友家去聚會 他坐計程車 這個車在行徑當中 這個計程車司機突然顛前發作 顛前發作是非常緊急 因為就沒有辦法開車 對這個車子就往這個安全道要撞上去 那一瞬間 等於是生死一瞬間 對當時的小鬼 他非常的反應非常靈敏 他一腳先先往前 而且你看照理來講 他坐在右後方 對就是乘客坐的位置 那你這一瞬間你要做什麼 可能我們女生只會大叫 頂多控制一下方向盤吧 我們不敢嘛 或者是你趴不過去 但他是立刻立馬就是一腳先跨過去 反應很明顯 然後把那個方向 先把方向盤抓住 對 可是你抓住方向盤不夠的 你把腳要伸進去 要去踩那個大車 他踩住了 他隔很遠耶 對 表示就是他這個一秒鐘 他就做了這個動作 還有 還有 你不是只有把車停住 是 停住之後 你要立刻打這個電話 找救護車 在救護車來之前 你要做什麼 做什麼 顛前病人擔心他會咬到舌頭 他有幫忙把他的 那個司機的嘴巴掰開 掰開 避免他去咬住舌頭 請問這是三個動作 他都能在幾秒鐘當中 救了司機又救了自己 對 所以為什麼這一次事情 大家驚訝是 那麼難過 以他的反應 對 他應該能夠救自己 對 就是把自己救下來 假設是跌倒狀況 他應該能夠救自己 現在就擔心 是像醫師說的 腦部或者心臟等等的問題 對 那麼再請調陳醫師一個問題 因為這邊提到 他有這個腎臟病的家族病史 既然有三高急速減重 跟這個過勞 跟這個腎臟病 如果相加 會有更麻煩的狀況嗎 應該是說這些東西 在以一個比較年輕的人的身上 我覺得他不會直接的導致 這麼瞬間的一些傷害 因為比如說三高確實會影響腎臟 他會讓我們的血管狀態變比較不好 所以腎臟是很需要一些血管的 這個 血液的支持的 所以他會讓我們的這個狀態變得比較差 所以這個 你說他直接跟這次的試停有關 我覺得關聯性比較小 但是我覺得可以趁這個機會 因為這一段時間 大家都在討論跌倒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其中有一種是我們在年長者 他會遇到的一些跌倒問題 他是一個很簡單的測試 他是看我們的腦部的小腦 也就是說跌倒那一刻 到底需不需要去看醫師 很多人覺得跌倒 又覺得沒關係 糊糊的 對 稍睡一下 然後看會不會好一點 但你覺得要做測試 對 因為其實年長者跌倒有分幾種 一種叫肌肉無力 因為他的肌肉沒有辦法跟上 他想要做的動作 但第二種是我們腦部 其實對於平衡的支配 就有出現問題 而這種型的 就可能需要去看醫生 那我們現在給大家一個 很簡單的測試 你只要身旁有個人 就可以幫你做檢測 身旁有個人就可以 我 對 我現在就要選 我是年長者 不算年長者 肌肉無力 我們是教大家怎麼做測試 這個非常簡單 那你其實如果真的有問題 我就建議馬上可以去掛 所謂的神經內科 他們會做後續的檢測 你們請 假設我今天我是受試者 然後這個聖美姐是那一位長者 OK 那我就請呢 大家都拿出一隻食指 OK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會請 這個檢測的人呢 他先把他的食指 碰他的鼻子 碰鼻子 再碰我的手指頭 好 那你看喔 你就多碰幾次 就請他開始多碰 你看假設正常人 他會很標準的碰到鼻子 跟碰到手指 我來舉例假設 我是有問題的人 那我可能就會 他會是這樣 他會 因為我們小腦是會管到一些 肌肉協調跟平衡的 他會有點找不到 那如果你覺得 好像有一點點不確定 我們就來做一個移動 所以來我繼續做 那請聖美姐就開始碰我的 對 你就開始 對 開始加速 感覺又抓不上 不會啦 不會啦 這個都算是OK的 真的喔 對自我要求也很高 那如果你說 差了一點點 不要越做越緊張 如果做了一 你差了一點點 你覺得你不是很確定 你可以再拿一個比較精準 那不要自己嚇自己 這個有時候 花一點點時間對準是可以 就是一支筆跟一個蓋子 那我們就會請受試者拿著一支筆 然後我拿著一個蓋子 那我會請他 要這麼遠嗎 不用不用 只要靠得進去 都不進去 有啦 你有啦 真的嗎 不要緊張 我不是故意的喔 對對對 有 慢慢的可以進去 其實可以進去就可以了 這樣我這是標準的 這樣就是標準的 那正常的有一些小腦 真的有出現問題的人 他會真的無法對焦到 那這種時候 其實合併 他曾經出過幾次 很奇怪的跌倒 我認為他就可能 先去求醫 確定有沒有這個方面問題 會比較好 這一點非常重要 廣告中我們要繼續來看 另一個在最近 大家討論的 很熱烈的話題喔 那麼這跟健康 尤其跟心理健康有關 丁允宮 劈腿這麼多人 被稱作所謂的渣男 他到底心理反應了什麼 還有我們身邊 可能有一些人 也遇到渣男 他們到底是什麼心態 又如何避免呢 馬上回來 最近另一個大家所關心的話題呢 則是總統府的前發言人 丁允宮 他真的是讓台灣出名了 因為還登上了國際新聞版面 因為他是總統府發言人 居然有這些荒唐行徑 被曝光的呢 是在他高雄市政府 這個新聞局長任內的事情喔 跟四個女生有關係 而且他當時已經有訂婚的婚約囉 那麼他說的一些話 還有一些行徑 除了這些女生哇你看在身邊 不管記者啊活動主持人 調查員都難逃他的魔爪之外呢 這次出來爆料的這個歪女還說啊 這個他跟歪女之間的對話啦 他說你和你肚子裡面的孩子 會成為我人生的阻礙 哇塞 怎麼多麼的不負責任 要是有你們我的人生就毀了 你要看著我毀掉嗎 這是他被認為的渣男語路 做了什麼事呢 在辦公室發生了 不該發生的行為 那麼要求對方呢 有一些特殊的打扮 而且逼對方墮胎三次 然後已經分手之後 哎居然還死纏爛打 故意呢傳親密照來破壞對方 因為當時對方展開新生活 也有男朋友了 他居然還來破壞對方欸 齁真的是讓我們恨得牙癢癢的 渣男真的是 嚴重影響我們的身心靈的健康 是 可是渣男有一套SOP的流程 走到世界都一樣 為什麼呢 第一有一些細節 包括這個女記者 她剛入社會年紀也比較輕 她是這個丁允公當時在高雄的新聞局長 你知道這個都會有業務往來 然後他們是怎麼談上戀愛的 也是有一些撇步的 什麼撇步呢 這個局長總要請請這些媒體朋友們 一起唱個歌吃個飯 唱歌的場合 她會讓你覺得你跟他們都不一樣 因為與眾不同 你知道這麼多的媒體記者 可是她總是跟你說 我就特別照顧你 你真的漂亮 我真的好喜歡你 好直接對不對 對 可是會會重 為什麼 因為她讓你覺得 你就跟大家不一樣 而且你是局長 你對我特別青睞 那小女生當然就會掉進這個情網裡面 偶爾再給一點小毒家 那不得了啦 但還有接下來渣男都是有撇步 這第一個就先讓你墜入情網 你好瞭解喔 你是自久遇過 待會兒有經驗分享 我現在能活到現在 我也是死裡逃生 你知道嗎 所以我現在是 我現在是要告訴你們 如何死裡逃生 真的 這個身心靈很重要 求生利益就對了 再來第二步 渣男真的跟別人不一樣 他的生活非常刺激 刺激 你會覺得 你會覺得這個行為有點荒唐 荒唐 因為這個女生會說 她就是要我穿個網襪 穿得衣不蔽體 然後就這樣子走進她的辦公室 然後就在那張桌子上 就做這些事情 可是雖然這個女生 氣宿這個過程 但為什麼你會願意同意 那就表示在兩個人 愛到正農的時候 你又會覺得她不一樣 為什麼呢 她已經是局長了 她都願意在她的辦公室裡面 跟我們約會 自己腦中自己解讀成立的故事 我是一個對她來說 非常不一樣的女人 因為她總是會營造一種 你沒有辦法拒絕的那種感覺 好 接下來懷孕了 她會就開始了 渣男的第三步 一定要裝可憐 男人裝可愛 裝可憐是必須的 裝可憐就是說 你怎麼能這樣 你這樣子做 我的人生不就毀了 所以我剛剛的語氣不對 我說你要看我毀就要罵我 不是 你要看我毀掉嗎 那感覺是不是 那可以 回來回來 如果今天這句話 是堂堂高雄市政府新聞局長 去跟你請求 你又覺得 天啊 他不是普通人耶 我好想給他兩巴掌 可是沒有 那個當下你會覺得 你是他的救世主 我有沒有說這種女人的心情 有 因為女人一向就有這種媽媽的愛 那他會覺得我可以救你的話 那只有我 那我只能忍耐 所以為什麼懷孕三次 他都願意去處理掉 那是因為他覺得 這個也是對你的愛 但最後一件事情是 渣男的第四步是 你以為他只有對你這樣說嗎 當然不是 渣男通常都是同時進行的 同時 因為他也是一個時間管理者 所以他同時進行的時候 當你發現劈腿 這個女生是不是就崩潰了 我為你做了那麼多 結果你劈腿了 可是這個男生就會若即若離 讓你覺得那到底現在是什麼狀況 你會緊張 這是不是第四步 你又離不開 你又非常的痛苦 然後你陷在這個網裡面爬不出來 所以這個女記者後來 其實他是從南部調到台北之後 他遇到了另外一個男生 人家至少是個陽光男 他覺得那我要跟他談戀愛了 你知道渣男的第五步 可怕 還有已經到第五步去了 渣男只容許自己劈腿 對不起別人 不容許任何人對不起我 你怎麼可以這樣 我都為了你做這些事情了 其實他死他都沒做 你知道嗎 所以為什麼後面有一個死纏爛打 騷擾打壓 對 所以各位 他去一步一步是一模一樣 其實電視機 的人觀眾朋友會覺得 對喔 我現在已經進入第二步了 趕快 你快點死裡逃生 你接下來 你就要找心理醫生了 我跟你說 我們待會兒有一些方法提醒大家 你現在是不是要特別注意 趕快甩掉渣男的狀態 欣美你剛剛一直點頭 你也遇過 你不會吧 他也是渣男收集器 我是渣男收集器 我這邊朋友都知道 但是是理科 應該說是理性腦 醫生理性腦 其實我們叫渣男磁鐵 對 我不敢叫磁鐵 不要再來了 所以不用當磁鐵 對對對 就是剛剛有講說 有一些時候是你小員工 你會有一種崇拜心情 可是我覺得我的立場不太一樣 我會覺得我對自己的判斷力 充滿了自信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是女醫生 其實說真的 我有遇過一些好男生 不是都渣男 我要澄清 不要說我以前的前男友們 看到這個都對號入座 沒有沒有 沒有 很多都是好的 但是就是因為這些好的男生 讓我過度自信 認為我的判斷力是正確的 我就舉一個 這個算是 我不講渣男 就是說 他是一個真的會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聽完 會覺得身邊或許有類似的狀態 因為這個 這個我以前判斷男生的標準 我覺得這是可能就是NG的 我都會弄他的學歷 我會覺得你的學歷很好 代表你對自己很要求很高 你會想念書念到一百分 那就代表你對你的生活也是一百分 但是事實上證明 似乎這兩個是沒有任何觀念的 上天運工他是台大啊 高學歷啊 這個部分好像亂七八糟啊 對對 所以這個東西現在如果你看到就要記得兩個無關 你要以這個人為主 但是我就把他當錯以為當作是我判斷的標準 跟這個人交往的時候就會發現有些特殊現象 我也可以分享給大家 就是我們比如說我們共同在一個生活中 他必須要有一個自己的空間 這個空間是絕緣空間 也就是我是不能進去的 這個凡事的外人 因為只有兩個人嘛 所以外人就是我 就是這個人是不能進去 這個空間是要讓他可以專心的閱讀工作 跟就是剛剛提到的放鬆 要有一個自己的空間 去放鬆他自己 那另外就是他需要 他會鼓勵我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這段時間 我們就各自分道揚鑣 你做你的事 我做你的事 聽起來都很好啊 不是應該要這樣嗎 對吧 所以聽起來都很合理 所以這個更是警惕 所以我聽起來也都很合理 那我因為我過去的這個很多男性友人的經驗 都是讓我很自信說 我只要好好對這個人 這個人就會好好對我 直到呢 有一天其實都有些蛛絲馬跡 但是我都視而不見 直到有一天出現了一個狀況是 因為他都會去所謂健身 健身 那健身時間 說真的你能健身多久 可能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我就在家裡 就可以訂閱那種 那個電影嘛 我就連續看了三集 三集你怎麼算大概六個小時 但我就覺得沒關係 應該就是在真的健身 六個小時 就是真的會自己會腦中突然就把自己給遮住了 突然他的那個絕緣空間裡頭的iPad就響了 想起之後呢 我就看到是一個女孩子的大頭照 我也不宜有他 但是因為掛斷我沒有接到 我以為是工作的人 關掉之後他會出現在那個頁面 哇 我就看到這個頁面裡頭的內容 這條內容 要是我想你 你想我就算了 還會有一些比較露骨一點的照片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沒什麼好解釋了 大概就是這兩個人過得很好嘛 然後這六個小時裡頭都是在對話 就是兩個人在互打電話的內容 親眼看到這一切 你的感覺就是會非常的崩潰 所以當我在跟他這個面對面 我就有問他說 我都看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的反應是非常憤怒 他說為什麼你要不相信我 怕會發救人 對不對 我待會跟他解釋 這很有趣喔 男生跟女生其實真的在遇到緊急狀況的時候 我們的反應是不同的 男生的反應會是fight or flight 就是戰鬥或逃跑 所以有些男生躲起來不提 有些人就跟你之間面對面互槓 所以他當時就是這樣子講 分號更有趣的是 過了好久的時間 竟然有一個他的前女友 自己來找我 他來找我的時候 他就跟我分享故事 我才知道 哇我當時真的算太信任他 他說這個男生 後來真的就去查他的一些東西 他在他的自己的電腦裡頭 存著一個檔案 分著ABCD 每個都是不同的女孩子 給他不同的名稱 很喜歡認識很多女生 所以好險自己已經退出了 所以看這些都是笑看 但是我覺得這些都是警惕 因為聽起來都很有道理 那你當你很喜歡這個男生的時候 你是真的可能會被自己給鬼祟 所以這個叫甘蔗男 你知道嗎 先甜後渣 最終還是渣 而且渣就代表多重關係 同時發展 然後加上定允宮 他還有一個詮釋方面的問題 來第一次你作為代表 不是 這個都很可能 但是我覺得這個有空間是很好 確實要給互不互不互空間 但是運用權是真的很不應該 因為各位知道以前的外科醫師 主導醫院很多事情 特別是一些組織醫師 那組織醫師有時候 他手中病人一多二 他會用一些很特別的藥物 只有他會用 因為權院可能他就佔一半 那萬一你今天是跑這個藥的業務 請問你要不要聽他的話 藥嘛 權勢 對 之前就有一個這樣子 有一個大主任 其實他跟很多的業務 都被人家傳說 有一點點的好像不是很清白的 那個關係 就剛好有一個業務就很慘 他是剛進社會的新業務 他會要跑一個 要跑他嘛 可是他有聽前輩說這個人會這樣 有助養 對對對 所以他其實那個那個組織 約他很多次 他都找理由拒絕掉 拒絕 直到有一次 就說我們柯南要聚會 你還不能來參加的話 好像不給我們面子 他就 他反而想說 他還是不敢去 可是他就拜託他的老闆 跟他一起去 就好死不死他老闆 那天在中部就有一個餐會 他就不能去 他只好自己去了 是 就去了之後他老闆就說 他反而擔心他嘛 就說我半個小時會call你一次 你一定要接 所以他去的當下 他都手機都一直拿著 老闆都去call他 就說他還好 結果他老闆發現奇怪 怎麼連續call兩通都沒有 沒有接 他老闆馬上坐了高鐵 從中部直接就衝上來 就衝到那個包廂裡面去 就看到那個女的已經醉倒了 天啊 對 我就說好在那個老闆是一個 有性子人 不然不知道他發生什麼事 覺得是蠻恐怖的 我覺得姜醫師今天有點心虛 沒有沒有 不是我 那麼蕙群要來問一下 所以這種他的情況就是 多重關係同時發展 加上詮釋 你怎麼看 然後特別注意的地方 我覺得就像就像剛剛講的 他那個語錄 他說你跟你肚裡的孩子 會成為我人生的阻礙 大家有發現他是講我嗎 對 因為在關係裡面 不會是只有你跟我 是我們 譬如說我跟姜醫師 我們 我們沒有同 就說姜醫師你肚裡的孩子 先不要 會成為我們人生的阻礙 其實這種渣男他大概對關係的認定 他有一個他自己的一個需求 以我為主 我才是中心 我才是世界 沒有你啦 你覺得你有 但是我根本沒有把你放在我的關係裡 所以基本上在這樣的人裡面 當然詮釋那是另外一個議題 是 但是對我來講 這種所謂的在關係裡面 他沒有辦法那麼穩定 也沒有辦法去尊重去瞭解對方的這樣的一個狀態 基本上很多女性 像剛剛我們對面已經講了 為什麼為什麼會有愛得很濃 但是愛得很濃 很多時候你就忘記了 在關係裡好像永遠只有他 沒有我 對 關係是不對的 但你可能還要合理化 對啊 因為他是局長 他真的很忙 他去健身房 我只好自己躲在我的空間 看我的影片 不過但是他講到這個自我為中心 我真的有感覺 因為過了很久 他有想要再跟我附和 他就說當時的這個事件 只是我的運氣不好 他用這一句話來形容 當時他一個 完全沒有自我檢討 對對對 所以有說中 還是以他的大腦的世界為主 他怎麼想 他就會要求你跟他一起這樣想 所以他通常都會用比較說服 或者威脅性的方式去讓你救犯 好 那麼他們大腦 到底怎麼想 眼睛又看哪裡呢 我們趕快之後也來看一秒 要來分辨渣男 男生是看女生的眼睛 看胸部 看腳 或者是臀部 嘉醫師你看哪一個 我看內在 全部都看 內在 廣告之後回來 帶大家看一下 還有這跟健康是非常有關的 馬上回來 健康2.0這個節目從2007年到現在 我們關心了很多疾病 而我們也知道心理健康其實影響人的生理健康 影響的層面太廣了 所以我們這次從丁允宮的例子 要帶大家來看 希望自己還有身邊的人 不要遇到類似狀況 他呢 劈腿四個女生 同時展開不一樣的性關係 那麼多重性關係 所謂的渣男行徑之外 另外他是在上班時間 在辦公的地點發生一些關係 而且要求要有一些比較奇怪的癖好 暴露等等 還逼對方三次墮胎 另外一個比較軟爛的行徑 分手之後死纏爛打 騷擾打壓等等 上社媒你在這個演藝區 各方面這麼久 超喜歡一些心理測驗 你說有一個可以讓大家玩玩看 沒錯 為什麼要先做這個心理測驗 是前陣子其實大家也在討論 一個從事多人運動的羅志祥 他當時就有講說 他蠻喜歡看女生的腳踝 其實女生的腳也是一個重點 所以我們現在來做個心理測驗 你喜歡看女生的哪一個部位 不能講內在 第一個是眼睛 第二個是胸部 第三個是腿或腳踝 第四個是臀部 佳音師你喜歡看的是腿 但是我有重點不一樣 他是腳踝 我是整隻 好啊 對我不會只看腳踝 但是你也會很在乎女生腳踝吧 我講真的不會 因為一般腳踝被靠在鞋子裡面 是看不太到的 不會啊 要認真看才看得到 真的有好多男生喜歡看女生小腿 蕙群他今天比較特殊一點 居然變成被我們測試的對象 好來 那順便姐你說 你在網路上看到的這個 對 好 這是一個 好來 如果這男生呢 他喜歡看女生的眼睛的這個部位呢 這個投射的是這個男生的心理是什麼 特別喜歡看女人眼睛的男人 大多自命不凡 特別愛追不容易被征服的女人 居然不准 要全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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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自命不凡 等一下你重頭來這個分析一下 這個心理層面來看 喜歡這樣好不好 腳踝先好不好 腳踝 腳踝 這樣一直感覺被你不在爆發 來 有可能這樣的人年紀比較大 對 在性方面 來 仔細聽 在性方面偏愛可以讓他們完全操控於 手掌間的腳踝 好險 我是腿 有一點類似 有一點類似 對不對 要不然我們女人自國以來 裹小腳是什麼概念 不就是男人這種性方面的偏好嗎 我們講一下 佳醫師今天一直流汗 對 我也覺得很多年輕人 有一種奇怪的這種習慣 就是他看女生之後 只看脖子以下那個部位 胸部啊 你知道有些男生很好笑 他要看那個部位才認得出來 這女生是誰 怎麼看 他看臉看不出來 因為現在女生的臉難以辨識 可是那不是 真的啦 這好 因為有些觀眾朋友喜歡看胸部嘛 好難免的啦 來 為什麼喜歡看胸部 偏看女性胸部的男生 大多跟女性的衣服關係 情感連結比較深 什麼概念呢 媽媽是不是 有一些小男生 很黏女生的 你去哪裡 你今天去跟誰 控制欲搶 講什麼話 對不對 控制欲搶 很準 你有沒有覺得很類似 好 還有一款男生很奇怪 特愛看臀部 臀部 對 臀部要漂亮的真的不多 好 沉迷女性臀部的 這樣的男人呢 請留意 他們自我控制力比較弱 習慣性騷擾的人 特別喜愛惜胸 惜臀 不尊重女性身體自主權 這張根本就陷阱 他四個哪個好啊 就是都很糟啊 所以我要請 哪有 喜歡眼睛的很正常 來 我要請惠群來分析一下 因為這是網路上好玩的 但是也是我們提醒大家的一個點 你怎麼看呢 其實在我們在講說我們的演化 從動物演化來說 會比較容易看這個胸部跟臀部的 這跟伸直有關 所以基本上像這些身體的一些機能 為什麼他的這個胸部很好看 臀部很好看 其實代表他身體健康 吸引力 所以等於是說這樣的女生 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去追求 因為娶回家比較好生 胸部好的跟臀部好的女性 身體能力比較強的意思 對 身體好 但是男生喜歡看這些地方 會不會作為女性的伴侶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嗎 對我來講 可能要去理解一下 他會不會看別人的吧 這指的應該就是 都會看彼此 這個我們看彼此沒有問題 看彼此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那個看 當然有時候跟那個衝動控制有關 對 剛剛講的就是衝胸 這個可能是他沒有辦法去控制他的慾望 那有時候要去了解一下 那個慾望 他有沒有辦法去找到正當的管道 去紓解 這個東西其實很多時候在現代環境 非常壓抑的情況下 他可能真的沒有辦法找到一個很好的紓解的辦法 對 所以慧群的意思是說如果喜歡看胸部跟臀部的 這特別需要注意就對了 可以一起來討論在雙方的關係裡頭 尋求一個比較好的方式 也可以比較安心一點 江醫師你就認識一個很會時間管理的人 對 其實很多 那時候我在當兵的時候 我那時候是醫官 我有個醫務室 因為我們那時候是隔週休三天 他每個禮拜四的晚上 他就會在醫務室前面跟我討論一件事情 他你知道嗎 對對 他從禮拜五 他們他們是禮拜五一大早被放出去 禮拜五的早上十點到十二點 他就畫一個格子 下午兩點到六點 他又畫一個格子 然後晚上一個格子 所以他放假那三點 他會去 會畫成這樣九宮格 我就說你在幹嘛 有日曆就對了 一直在填 這個要找誰 這個要找誰 我就說 我就說你不是有女朋友嗎 因為我知道他有女朋友 結果我發現他女朋友在九格裡面 只分到兩格 另外七格都是其他人 其他都路人嗎 不是 都是其他 就是要找的人 而且他會在放假前都先約 他前一天都一直在打電話 天啊 每天都約好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就想說第一個 他體力有這麼好嗎 時間有這麼多 我說你到底在幹嘛 他說他真的沒有辦法 而且還可以同時搞定這麼多人 我就說你真的 我是覺得他心裡有病 因為他看到他在吃藥 我覺得他心裡有病 我說你一定要搞這樣九宮格 然後女朋友只站兩格 三天畫成九宮格 不知道在幹嘛 這個女生如果知道 真的是很崩潰 人家也是時間管理者 時間管理大師 管理的蠻好的 天啊 好 所以我們現在要請彥寬老師來教大家 我們今天彥寬老師的表情 剛剛有點嚴重 突然起來 沒有 你看哪裡 你看老師沒有 看哪裡啊 其實看哪裡不是重點 我覺得我們還是要有一些道德 就是說 應該要規範自己 能做的事情跟不能做的事情 好 我現在來跟大家講 你可以自己先摸一下 你這兩側 好 我們今天請彥寬老師來做這個運動 是告訴大家說 當你非常氣 不管是因為類似的事情或別的事情 非常氣的時候 你怎麼樣把這些壞的氣 發洩掉 排掉 因為這對人的紓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非常重要 到底怎麼做 我的很多這個女性的這個學生 有的乳癌的會來學氣功 或者是她開完刀之後 我都會先諮詢 然後我會第一個先問說 你的婚姻是不是有觸交 或者是有家庭的壓力 幾乎到目前為止 我問的每一個 都是先生有去外面偷吃 然後跟家裡的很緊張 一直壓抑 這個地方就會痛 因為這是我們肝氣會經過的地方 我們的膽經 我們的肝經 都會在這個區塊 所以這個地方就會痛 那從中醫再講說 肝經如果氣堵住了 第一個影響女人就是在乳房 所以你可以這樣子刮 那要怎麼刮呢 把你的手握一個拳頭 用這個紙的這個關節 是這樣子刮 如果你刮不到 因為有的人可能關節這邊比較僵硬 你可以換這隻手過來刮這裡 那這樣一小段這裡就好了嗎 就這一小段就是在肋骨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的肋骨每一節裡面都有縫隙 這是最容易堵住的 然後你要用力只有一個方向往下 你不可以上下的刮 刮的時候會很痛 那我都會建議我的學生就是說 他真的心情很不好 我說你不要在公眾做 因為這個會真的很痛 你就順勢叫出來 你會哭出來 所以真的很多的女生他們回家 門關上 然後就一邊刮 然後就哭 然後呢 情緒也發洩 情緒也發洩出來 然後刮完了之後 大概30秒到1分鐘 那我先講真的會很痛 那如果是女性 在家裡你可以用一點精油 因為這樣子刮皮 可能會大概會有一點受傷 刮完了30秒 刮完了30秒 然後用我們的手臂 夾這個地方 然後你的嘴巴要張開 這樣氣才會出來 然後從我們的後腰 把我的手拉過來 所以這樣一拉的時候 整個乾氣這個地方就通 然後瞬間 好療癒喔 對 好療癒喔 舒服多了 所以我們剛才刮完了之後 從後方拉回來 一定要把這個兩肋 或者我們叫腋下撐開來 然後嘴巴張開 然後這個時候你的眼睛 特別是在氣氛的時候 要看很遠 看很遠 很用力 1 2 3 7次完了之後 我們又笑了開心了 好棒喔 你會突然覺得 OK 可以放下了 OK 這個不值得我留戀 然後你會覺得 全新的這個人生 好 所以我們葉煥老師 待會還有一個排卓工 也可以讓大家 變成一個 這個比較正向的力量 會教大家 廣告之後來看 說這三 四對撐雨傘的 你覺得他們 有哪一隊看起來 你懷疑他可能是不倫戀嗎 馬上回來 今天來看的是心理健康 那麼測出你的真實性格的目的 是要提醒你 某一些狀況 你可能要特別小心喔 所以呢 這是據說 上面告訴我 你說在韓國很有名的一個測驗 你來說好了 來 大家有看過夫妻的世界嗎 或叫夫妻的世界 前一陣子引起熱烈的討論 你沒看過你就落伍了 為什麼 這裡面講的就是你家裡的事情 因為任何男人都可能偷吃 那這個測驗很準是 來 你們先看看 有四對這樣的情侶 你們認為哪一對 就是在不倫戀當中 一二三四哈 一二三 真的嗎 你選好了 選好了 太簡單了 你覺得四號是在不倫戀 不是 你自己想想看 二三的年紀相近 年紀相近在一起很合理 一的話一個老的一個 而且穿著工作服 一位在他身上的感覺 出出可憐 一號看起來 男的就是老闆 老闆跟密書 這又是利用全世 是是是 然後第四也是一樣 那個就感覺那個 男的應該就是所謂的 牛 酒店公關 至少兩個年紀的差別是有點大 對啊 太明顯了 一跟四 所以大家都覺得是一 然後江醫師多了一個四次 我們從一開始 其實這測什麼呢 不是測你的不倫戀指數 這是測你的真實性格 各位 好 選一號情侶 你認為她是不倫戀的 你的個性呢 為人誠實 朋友多 性格帥直 容易相信擺在眼前的事實 你說準不準 所以代表說女生 要多小心 可能會 遇到一些狀況 要多去了解一下 對不對 欣美準不準 像欸 因為她跟我說 她跟我說 除了她要出去健身 我就相信她去健身 所以蠻準的 OK 準 準的不得了 對不對 對 選二的人呢 其實她的性格是 總被別人說是外星人 常說別人無法想像到的一些話 把別人嚇到 嗯 就是會嚇到說 你幹嘛講這個啊 怪怪的 好 如果是選二號的話呢 你適合做創意和想像力的工作 OK OK 你們身邊不就有這樣的人嗎 你會覺得她是火星人 因為我們在講這個 她在講那個 很類似 來 準吧 三號 選三號的人呢 經常忙於找出隱秘的事實 每個決定都會審慎考慮 過分的起人優甜 所以三號呢 是小偵探 二號 想像力豐富的人 還不錯這樣的性格 一號呢 是比較容易相信別人的人 那四號的情況怎麼樣 醫師 一跟四啊 對 江醫師 感性的浪漫主義 那下面呢 你是感性浪漫主義喔 對啊 為人感性容易哭 容易哭 等一下常因為太過投入 無法冷靜的下判斷 這個完全不是江醫師 你千萬不要感情用心啦 我只有在救人的時候 冷靜的下判斷 我覺得這個測驗 看得出來你內心的另外一面 是不是 醫師可能 有準喔 是不是 對 說你很愛哭 你要不要去地下道擺那個攤子 把你臉蒙起來 不然太多人認識了 今天呢 就這個健康層面 心理健康層面 帶大家來看一下 那這個主要的目的是要 讓你提醒你自己 什麼性格的人 好 你很這個相信別人也很好 但是在某一些事情上 可能就要稍微比較像偵探 明察秋毫一下 那燕花老師 我們很需要把這些壞的東西排走 尤其在今年事情還真多 真的很多 各式各樣的 那我們認為呢 人的這個身體啊 五臟六腑跟情緒是息息相關 那我們現在呢 不多說 先來教大家一個吐病氣 那他對於這個不好的氣排出去的效果非常好 兩腳張開來一點 我先做分解動作 把左手拿起來 然後呢 我們的右手 這個平掌之後要往內凹 有一點像勺子一樣 又叫做撈氣勢 往腋下這個地方 拍 拍 為什麼都是腋下 剛剛也是這個位置 這個腋下 我們在這個認為 在傳統中醫跟皇帝內經說 這個叫窩 窩是關節筋骨 然後所有的腺體最密集的地方 那也是氣最容易堵住的地方 所以對他這樣子 冠氣的幫助是非常大 那你們先聽一下聲音哦 這個叫拍肉 對 所以要變成撈氣勢 就好像勺子一樣 往裡面做一個冠氣 一 二 三 然後手回到右邊 然後腿蹲下來 那右手的這一邊 就要做一個顫掌 那這個動作就會讓氣敲完了之後 讓不好的氣拍出去 老師叫我都好療癒哦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好像有治療到的感覺 然後接著 就是今天吐了一口怨氣 對 接著嘴巴在拍的時候 一定要張開來 一 二 三 然後蹲下來的時候 做一個顫掌 同時還可以訓練 骨四頭雞還不爛 那左邊做完了之後 就換右邊 右邊就用另外一隻手 一 二 三 慢慢地挪到自己的位置 下蹲 做一個顫掌的動作 好 那我現在就來正式地這個教了 那我現在就請顧力群轉過來 因為這邊是我們剛才講的這個肝筋 胆筋 氣很容易淤堵的地方 這樣子拍是沒有什麼效果 因為要把筋絡整個打開來 那我跟他做反方向 我把重心站在了左腳之後 然後還要轉過來 這個時候整個筋絡就全部開 整個拉開 然後一 二 三 轉回來 腿要下蹲 因為下蹲就可以調動我們的肾氣 這個時候濁氣出去的就會更順暢 是 然後再站起來 轉向後方 把整個筋絡都露出來 然後一 二 三 轉回來 下蹲 做一個顫掌 這個時候嘴巴要微微的張開 那很多人在做的過程當中 就會覺得有一口 悶氣會在胸口 這個時候你就要趕緊 把它吐出來 這個是非常非常明顯的 冤心在主趕快走 好 我們現在再來一次 轉過來 你自己要先看到 整個側面都打開來 所以這個筋絡整個把它撐開來 往腋下這邊一灌氣 一 二 三 轉回來的時候 先下蹲 讓我們的腿聚氣 正氣強了 濁氣才可以排得出去 OK 好 那這邊最後我還要請教蕙群 如果我們發現我們自己的親友 就困在渣男的陷阱當中 可以有兩個部分怎麼提點它 一定要先注意的是 不要馬上去評斷 因為像很多人說 你太笨了 太蠢了 怎麼會被騙呢 你都還醫生 沒有 不好意思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絕對要很小心 然後才有機會能夠跟他去談 他真的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注意關係裡的平衡 就我們剛剛講的 絕對不會是只有他的世界 那你的世界在哪裡 幫忙你的家人朋友去思考一下 那你呢 你的位置在哪 然後還有另一個部分是 特別提醒他 除了說關係之間的平衡之外 還有另一點 其實就會比較希望是他能夠 比較了解一下他的情緒的波動 對 就是你跟這個人在一起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壓力好大 不開心等等 可能都是你可以提點這個 現在渣男漩渦裡面的人 特別的事情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